402解题说明 第一小题 我们首先点按下方各颗成绩记录表 这个工作表 一记题目要从A5这个储存格 按Ctrl、Shift、End、End键 选取到I54的范围 接着要利用上方设定格数号的条件 里面的新增规则 使用公式来决定要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在此 我们输入 等号 一记题目 要用End 大小写都可以 按挂号 两个条件 在挂号中间点按以后 一记题目 前10名 好 我们选到 I5 名次 这边呢 我们只要固定 I栏 所以在此 按F4 再按一次 F4 名次 小于 等于 10 第2个条件 按 逗点 将它隔开 自己输入 C-O-U-N-T-I-F 有条件的 技术 也就是 我们先按 挂号 等于0 里面 不及格的科目是0 范围呢 我们在 挂号中间 再点按一下 选取 选取 国文 到自然的 5个科目 一样 只要 C-Lan 到G-Lan 固定 所以按 F4 再按一次 F4 范围选取完以后 按 逗点 它的条件 用双引号 小于 60 双引号 来表示 这个部分的条件 是指 在这个范围 也就是 这5个科目里面 小于60 不及格科目的 数目 是0 格式 点按 色彩 橙色 出体质 填满 深红色 按 确定 再按一次 确定 第二小题 点按各科成绩次数分配表 要完成 底下的 资料内容 首先 我们看 D6 这个储存格 要做累计 利用加总 函数 来完成 点按上方 自动加总 这边 不好选 我们自己 将它改成 C6 到 C6 按输入 这边 请同学注意 我们所谓累计 是要从 C6 这一格的话 就是 C6加到 C7 这一格 这一格 就从 C6 一直累加到 C8 所以这里呢 我们要将 C6 把它做一个固定 所以 选取 C6以后 按 F4 将它 固定 但是因为 等一下 要做 复制 所以 所以 只要固定 D6列的位置 就可以 再按一次 F4 好 完成以后 按输入 接着 选取 C6 到D6 完成以后 在D6的右下角 拖曳 在L6的右下角 继续往下 拖曳 完成 题目要求的人次 跟累计人次的 资料栏位内容 第三小题 我们点按 5颗总分 百分等级表 3-A 要完成 总分 还有名次的 内容 这边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各颗成绩记录表 里面有总分 以及名次 等一下我们要依据座号 然后找到 就是scode 换位内的 总分跟名次 在 1234567 第8 还有第9栏 接着 我们点按 在总分的 C5 储存格 点按 接着 输入 等于 Vlookup 点按两下 再按 Fx 我们要找的 资料 是根据 座号 A5 储存格 範围 一级题目 按 F3 选取scode 範围 按 确定 找回 刚刚说了 第8个 栏位 好 完全符合 输入0 按 确定 完成以后 在C5的右下角 点按两下 做填满 复制 接着名次的资料 我们可以利用一点小技巧 首先 将 上方的 资料 选取以后 按右键 复制 记得 先取消 然后 点到 D5 储存格 在上方 按右键 贴上 将 第8栏 改成 第9栏 按 输入 接着 在D5 右下角 点按 两下 做填满 复制 最后三支笔 计算 百分等级 点按 15 储存格 一级题目 输入 等号 公式 100 减 100 除以人数 利用 Count 看到以后 Count 点按两下 按 fx 一期题目 利用总分 我们点按 c5 接着按住 Ctrl Shift 向下键 到 c54 这个范围内 计算人数 由于固定范围 所以我们按 f4 得到 绝对位置 完成以后 按 确定 接着 在公式后方 在点按以后 输入 乘号 括号 在括号 里面 点按以后 一级公式 点按 d5 储存格 名次 减掉 0.5 好 按 输入 完成以后 在 15 右下角 点按 两下 做填满 复制 最后 我们再点按 15 储存格 一级题目 要做排序 点按以后 从最大 到最小 排序 到此 解题完毕 档案 另存新档 Ex04 将ExD04 改成ExA04 按 储存 数颗评分 按 确定 结束 哦